我本人不排斥星座文化 非但不排斥 而且还觉得星座学说很可爱 因为从解析人性的性格和心理而言 星座确实描述的出神入化 丰富多彩 甚至可以令人产生一种很贴心的感觉 但是星座的意义与作用 基本上也就局限于此 可供发挥的这个空间不大 比如诞生在中国本土的风水文化和风水学术 关注与研究的是全人类 乃至个人与环境与空间 以及这个肉眼看不见 但却可以感受到的气场之间的关系 就人与环境的关系 从而判断出急凶祸福 而星座呢 其着眼点仅仅局限在一年当中十二个时间段 也就是十二星座 在这里边出生的人 仅仅只是研究这十二类人的性格特征 以及心理差异 与风水学研究的广阔领域完全不在一个层级 所以两者无法相提并论 所以这一天就要说了